歡迎來到Phonic Phonics 字欄音標的課程 今天老師要為你介紹母音A以及子音TCH的組合 ATCH這個組合通常都是在字尾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在字尾的地方跟結合 然後我們發音為H H這個發音H H這個發音 那我們看這個發音的方式會比較好玩 由於它是TCH 我們知道CH做二合音的時候 它的digraph CH這個二合音的時候 一般來說在音標我們會看到CH CH這個二合音 二合音 二合音意思就是有兩個子音 我的兩個字母有兩個組合起來 和二為一 好 雖然這個CH看起來好像是兩個符號 看起來好像是兩個符號 實際上它是無聲之音T以及無聲之音SH中間的那個音 所以我們唸T SH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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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這個二合音 因為不管是CH或者是TCH 他們組合起來的時候都會只剩下一個音 也就是CH這個音 CH這個音 好 所以原則上雖然我們看到好像這個母音後面有三個C 有三個C 三個C 三個Consonance 三個子音 但實際上這三個子音卻只發出一個音 CH 也就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好 那我們要知道英文來說我們要知道一個字母 好 我們想要知道一個Rhyme 一個單字中它的Rhyme是怎麼發音的時候呢 怎麼把它Rhyme起來的時候 我們例如說我們今天隨便找一個單字好了 好 我們找S N A T C H 好 我們由左向右 由左向右 好 下方寫上數字 1 2 3 4 5 6 6個字母6個數字 第1個字母S 是子音 第2個N子音 A母音 T子音 C子音 好 最後一個H也是子音 那我們由左向右找到第一個母音的地方 也就是3號 第3個字母 A的地方把它框起來 前面兩個我們就不要看了 由左到右 我們可以看出來它的組合是母音加子音加子音加子音 在Phoenix自然音標的規則中 Phoenix自然音標規則中 無論它是母子音 或者它是母子子 我們都會發為短母音 我們都會發音為短母音 無論它是母子音 或者它是母子子 我們都會發成短母音 像這個狀況 它後面有三個C 那它就絕對是一個短母音了 要記得 一般來說 我們的母音後面 搭配兩個C 是它的極限了 當它有第三個C出現的時候 請注意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連續三個子音發聲 所以一般來說 一定會有其中有兩個 前面兩個 後後中間兩個 我們把它結合做二合音 像這個狀況 它是三個全部結合成一個二合音 一些TCH 我發音為TCH TCH TCH 這個音 好 再來 當它是短母音時 A會唸A A會唸A 母音A會唸的短母音 show values of A 就是一個A A這個音 A這個音怎麼唸呢 我們先唸青森母音 A A book中的A 以及長母音A 也就是ABCD的A 在A以及A 中間的那個音就是A 在A以及A 中間的那個音就是A 我們念法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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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當你會發射出這個短母音之後呢 回到我們今天的組合 我們的 A T C H 也就是V加C再加C 好 當然 這組VCC 我們也可以稱它 由於後面是二合音 我們也可以稱它 叫做V加DC 也就是VDC的組合 一個Val 一個Val 一個Digraph consonant 好 我們把它組合一個VDC 所以這組VDC的前面呢 好 這組VDC的前面呢 我們可以前面替大家 一個C 兩個C 或者三個C的組合 在一個C的組合 我們第一個單字C發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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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A H L 放L L A LATCH L A LATCH L A LATCH 第三个M 发M M M A MATCH M A MATCH M A MATCH 再来P 发P P A PATCH P A PATCH P A PATCH 下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三个C 也是CCR的组合 记得三个C 通常都是CCR 或CCL 所以这个CCR SCR A SCRATCH SCR A SCR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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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C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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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最后TH 好记得哦 这个TH二合音 我们发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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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CH OK 我们最后来一次复习 CATCH HATCH LATCH MATCH PATCH SCRATCH SNATCH SATCH 谢谢